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10月10号大爱夜安新闻 我是陈珠奇 连续四天的假期已经要接近尾声了 好消息是蓝宇在历经了六天 没水没电的生活也终于要恢复生机 台电在昨天晚间宣布蓝宇全岛恢复正常供电 而在过去六天以来 慈祭所提供的净水设备还有民生物资都派上用场 帮助岛上居民挺过最难熬的一个星期 岛上也宣布明天开始各级学校恢复正常的上课 蓝宇居民也透过镜头 谢谢各界对他们的关怀 挖土机清理毁坏的客桌椅 小犬台风重创蓝宇校园满目疮痍 此季基金会在灾后运送救援物资 更调集进水设备解决最重要的饮水问题 经过抢修蓝宇已恢复电力 岛上五所学校终于可以顺利复课 目前学校的恢复状况已经达到90%以上 让学生在明天10月11号能够正常上班上课 给学生一个优质的环境 我觉得最感动的是 不管是民间的资源或者是政府的资源 到这里都会告诉我们说 我们就是要力拼10月11号 让学校可以复课为目标 所以我们所有的资源都第一时间就到蓝宗来协助 各界起立支援 让重建家园的速度加快许多 蓝宇居民更探望的是 早日恢复正常生活 那个单位最低层的 大家都默默的进一份心理 是我们最感动的地方 我在这里代表我们整个蓝宇岛的村民 乡民们 致12万份的感谢 大一新闻综合报导 无量已尽佛摘了 去到一切的众生心 祝祝菩萨所心中 是那梦的根葬身 双十年假四天 您是否也好好休息了呢 有这么一群人 他们真的是做到了 换个工作就是休息 把这句话实践在生活当中 因为连续四天假期 在新北双和静思堂 每一天都有上千人前来彩排 大家进进出出 都要使用到的厕所谁来清扫呢 今天演绎的专题报导 就带您看这一群福田志工 他们都有六七十岁的年纪了 因为种种原因 没有办法参与演绎 可是他们说 扫厕所甘之如银 因为这样的参与 对他们来说 也是一种入境藏 1 2 3 4 5 6 7 为了10月20号起 无量意法水送能够完美演出 双和静思堂进行着 紧锣密鼓的严格集训 厂内所有人专心一致 一刻也不敢松懈 不过放眼到场外洗手间 有人虽无缘聚场盛会 照样也忙进忙出 他们就是福田志工 每场彩排都是上千人的大场面 导致厕所熟绿爆增 从拖地到清洁 一次就是半天班 分秒被压缩到最近 不过只要能帮得上忙 他们都不嫌累 因为我这次没有参加演艺 因为我的脚有曾经开过刀 不方便 虽然我们没有办法入境藏 就是因为腿的关系 脚的关系 可是我其他 尽我所能 我还是可以完成的 两位70岁以上的老人家 尽管汉流浃背 却也成为场外职工们的 最佳后援 这位来自戏纸的黄立芬 做的就是人文真善美录影工作 好不容易鼓起勇气入金藏 六月时脚步却不小心受伤鼓劣 尽管刚刚痊愈 她照样勤于练习 一点也不偷懒 双十国庆年假 大家舍去休息玩乐时间 挥洒汗水与体力 希望能够在聚光灯下 展现最庄严的佛教精神 大爱新闻台北综合报道 而在板桥 也有这么一群资深的娘子军 他们各个都是裁缝高手 平常在靖丝堂里头 做着各种手工 而他们也入金藏了 只是这里头的七八十岁长辈 有的人根本没有读过书 他是不识字的 要看懂经文并不容易 还有的眼睛已经有了白内障 他们都克服了种种的困难 要把握这一次的机会 板桥园区桥一方 每天都有一群热爱缝纫的 婆婆妈妈 用桥手将回收布料 便费为宝 不过七月之后 他们不仅手在忙 耳朵也得打开 让无量义法水送的金藏旋律刻在脑海 今年八个机会 八个机会来入金藏 还真好 想起来大家都疼疼 纪彩 纪彩 纪彩不知道 老板不知道这个机会没有 这群志工平均年龄七十多岁 有的甚至不识字 但即使如此大家入金藏的愿力依旧坚定 75岁的肖秀凤双眼都有白内障 五月动了刀治好了左眼 原本七月要动右眼的手术 现在也因为要入金藏而延后 用心的血虽然是LKK 但是头脑也是一直在记这样 睡觉也在想说 哪一个时候要跑到哪一个位置这样 很用心在学习 这群娘子军的毅力 让教导他们的种子志工很是佩服 因为当中有好几位都曾因意外 造成骨折或骨裂 但他们还是不缺席每次的彩排 虽然有效忍 但是还是要再疼疼 而且一定要去彩排 不然带别人没错 因为在表演的时候要有整齐 要有力道 所以我们真的要把握这个因缘 我在五月带那时候有发生车荷 两个锁碗都回去 因为我有去附建 刚才在入金藏 昨天说我能够参加大资光 但是我的信念就是要参加 我们的路金藏 乔一方志工不止乔首现役 他们也用自己的肢体演绎佛典精髓 真正做到法入心法入行 大爱新闻 真声明志工 江文龙 台北报道 许多资深志工参与金藏演绎 会觉得自己平常所做的慈祭式 跟佛法是能够相切合的 比方说这位灵志豪 他与妻子投入街友关怀 有二十多年的时间了 在街友身上学习 常不清菩萨的精神 平等地看待每一个人 这一回入金藏 林志豪号召了他的兄弟姐妹 手足一起来参加 他的太太脑部长了一颗水流 但依旧在金藏演绎的行列当中不缺席 对于这整个家族来说 他们都体会到了多做多得 所有的付出其实都是学习 我们能帮助人家是一个福 福怎么来 前世所修来 金真如何很转 帮助他人 其实你就帮助你自己 为自己植福田 世界很大 如何找到一亩福田 林志豪在他们身上 发现心知所向 看遍形形色色的人生故事 与街友相处二十多年 这条修行之路 并非想象中美好 我们金藏化 没有给他们什么 其实根源是 所有最多是我们 因为我们从中去学习很多 2020年货班新北市模范父亲 以善传家 邻居家人间的情感 今年金藏演绎 兄弟姐妹都没缺席 除了我跟我家师姐 还有我妹妹 还有弟弟 四个人参加 这福田我们不能空转 我们不做 确实是终身后悔 我会把握说 每次来这边练习 来这边练 就会跟大家一起精进 这样比较容易脊柱 其实太太谢雪茹 脑部长了血流 每次排练 说不累是骗人的 但意志力总能战胜体力 水流还在里面 没拿出来 所以我的动作一定要 叫慢 真的很殊胜 这样子两个多月下来 我感觉我的身体 状况并不是那么差 还是撑得过来 一路走来 夫妻俩相互扶持 耕耘这亩福田 终能开花结果 感受丰收喜悦 我主持他做主持 是你整齐来修得好 跟慢没关系 不能跟不上 大爱新闻 真正美之工林玉玲 陈庆雄台北报道 五岁小男孩离婚了血癌 父母几乎要亲家荡产救孩子 休息一会儿 稍后回到新闻现场 我喜欢你的 与世无争 我爱你的 驴衣昂然 如果不是那场火 我会是你最坚强的依靠 如果不是那场火 我会给你最温柔的拥抱 如果不是那场火 如果不是那场火 一堆树子 没有感觉吗 这声响不是我的步履 是冰原孝氏的印记 高温冰雾 我 坦诚相见 如果冰原融化了 如果海平面上升了 母亲地球的容颜 是否慈爱已久 我是竖琴海豹 我的孩子出生十三天 还不会游泳与米食 因为海冰变得又薄又碎 他们坠入海中就淹死了 那是我怀胎十一个半月的孩子 气候难民 下一个会是你我吗 这幅达威西的话 世人充满揣向 这段达威西的话 世人是否有感 他说 人的确是禽兽之王 他的残暴胜于所有的动物 我们总在生死关头 希望众人集气 给我们勇气与祝福 但是 当他们面临生死关头 谁来为他们集气 欢迎你回到新闻现场 关心 以巴双方交战 今天已经进入战后的第四天了 战火是丝毫没有停歇的击下 虽然以色列已经宣布要停火 但是加萨走廊的悲剧 日复一日的在加重当中 到今天为止 双方的死亡人数 已经超过1600人这么多 而加萨走廊为什么最苦 因为这里就是哈马斯的所在地 他几乎被以色列围困成了炮火 最猛烈的地方 现在整个加萨走廊是缺水 缺电 缺燃料 缺粮食 而且加萨走廊所有的医劳机构 都已经几乎瘫痪了 伤患无处可送 只能够等待死亡 事实上加萨这块地区 过去以来一直是苦难之地 因为他的人口非常非常的稠密跟涌挤 在小小的加萨走廊 人口密度来到了每平方公里 6000多人 这个人口密度大概是台湾的10倍左右 世界银行也调查 住在这里的人都非常的不快乐 加萨有七成人口 患有忧郁倾向 失业率高达50% 年轻人没有工作的更超过了70% 今天的相关报道 我们要从一位小女孩的视角 她的眼光所看出去的加萨 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她也要轻声地告诉大家 这一场百年的恩仇 到底对孩子的童年 带来了什么样的阴霾 打开雪龙头 却没流出一滴水 肮脏洗手间 挤满庇护民众的房间 卫生条件低落 甚至连营用水都成问题 因为我们有三个小女孩 我们有三个小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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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饿坏了的孩子 抢着分享饼皮果腹 人手一直呼拉圈 才能暂时忘却 敌击凌空的恐惧 现在我们在睡 我们在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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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小女孩 我们在睡 我们在睡 孩子懵懂 露出笑颜 仿佛战火 不曾降临 但以色列对加萨走廊 实施全面围困 根据慈善组织 勒施会估计 目前加萨的燃料 只够维持三天的电力 加萨97%的水 已无法饮用 同时 医疗物资紧绷 若停水停电 医院无法进行手术 输养等治疗 伤亡人数 悟空将再增加 小女儿不幸被砸中头部 好不容易恢复意识 父亲心急如焚 但后续医疗情况 恐更为艰辛 面对以色列国防部下令 对加萨加重全面围困 包括切断电力 水源 粮食及燃料供应等 小女孩只盼望自己 能过普通孩子的生活 大爱新闻 武贵镇编译 好孩子的同言同语 看起来是一种奢求 其实开战之后 全世界都会受到冲击 我们第一个看的是原油 在中东有四个国家 向来把他们所产的原油 透过管线输送到以色列 再由以色列卖给欧洲国家 但是开战之后 以色列宣布要封闭 北方的阿什克伦港口 这也导致原油无法再运往欧洲 势必冲击已经很艰困的 欧洲能源问题 除了油价之外 开战之后 还有两个东西价格上涨 一个是黄金 因为战争导致大家有避险心态 纷纷抢买黄金 另外一个则是钻石 因为以色列是全世界 钻石加工技术最优良的国家 开战之后 钻石价格已经上涨 最为重要的是 能源 黄金 钻石的长期价格 都会冲击到民生 导致已经严重的通货膨胀 会一去不回头 伊朗一直被指控援助哈马斯 现在它如果卷入战争 全球将有3%的原油供应面临风险 势必也导致油价再往上攀升 好 人类要面对的困境真的非常的多 得要有互助之心才能度过难关 画面中这位曾玉凯 她在五岁的时候就被确诊罹患了血癌 爸爸妈妈结束小吃店的生意 几乎是倾囊所有的家产为了治疗她 可是当时却面对非常大的经济困境 所幸有很多社会爱心人士的帮助 包含了她的房东 减免了一整年的房租 让她可以不用缴房租 另外左邻右舍也来帮助她 终于是帮了这个孩子 能够成功的挺过难关 再加上此季替她找到了捐赠者 小男孩终于从血癌的阴影中活过来 尽管是男孩子 玉凯一出生就有一双灵动娇俏的大爷 他是爸妈的心肝抱 但厄运悄悄降临在这个家庭 她那时候幼稚园要升大阪中班的时候 然后我们带她去学校操场玩 就是其他学校操场玩 她跌倒 跌倒撞到这里 撞到这里很深 只是大概过两天她开始发烧 宋姨发现这并不是普通的意外 她到后面会变很虚 她很瘦 她这个手臂是 我的手这样一圈就圈起来 还可以超过 对 就是变得非常瘦 她那时候最瘦到16公斤 我印象很深刻 骑着摩托车是下着雨 我的雷也在那边飙 对 就像一路骑着眼泪 这样流流流到 流到庙里去 跪在那边祈求生命的帮忙 医生说 要求郁凯的命 不是移植造血干细胞 就是齐带血移植 两者之外别无他路 然而洞车几百万的齐带血 对这个小家庭太吃力 于是在郁凯便走上 一直造血干细胞的配对之路 然后她又是顽固型的 就是FLT3这个基因突变 所以她医生就说她一定要做椅子 在台湾的另一个角落 她 徐其生 是郁凯的捐赠者 在云林监狱从事公职 我的血小板的量 比平常人还要多 她就说 你除了捐骨髓之外 你之后可以尝试的去捐血 或是捐血小板 因为数据都是漂亮的 说自己是贵人 徐其生不全然认为 因为打从捐赠后 她才发现救人一命 也是在帮助自己 这是轮板 要轮24小时 刚开始做的时候 没多久就感冒 因为很严重 就开始运动 是运动了之后 开始固定在运动之后 刚好没多久 又有持绩她说 我配对成功 所以说应该这么讲说 并没有为了要捐骨髓 去改变我的生活 而是捐了骨髓之后 去丰富了我的生活 应该这样讲比较正确 这是一个双向完美彼此生命的过程 但是很多人并不了解 我们欢迎来自云林的许奇生先生 因为有你 所以我没有少了一个孩子 上网如果有看到那时候 有人在说不要捐 我们就会上去导正他们观点 我是觉得真的不太应该 因为这些抹黑这种东西 变成很多真正需要骨髓捐赠的人 那就这样走掉 小时候的痛苦 玉凯想不起来 现在成的青少年 等在未来的是他对人生的 美好憧憬跟想象 以前我都不知道这件事情 就是接着来的啊 一家人手心相连 经历一场噩梦 在破碎边缘徘徊 余下的时间里 当然会且走且珍惜 世界多一份善就多一份爱的力量 再过几天就是10月13日 1013一人一善的行动 今年是22周年了 马来西亚的志工再次走上街头 劝慕善念 在马来西亚各地的志工 再次的发起了一人一善衣 1013券目行动 券目的是大家的爱心与善念 在街头向尾呢 许多人听到志工的解说之后呢 也纷纷地慷慨解囊 不论他们在铺满里头 投下的是五块或者十块 都是一份心意 因为透过这样的心意 可以让世界更好 更有力量去对抗 人世间要面对的种种难题 休息一会儿 稍后回来 我们要带您看历史今天 今天要来到中美洲国家瓜地马拉 慈记在当地圆建了学校 瓜地马拉是台湾的邦交国 拥有90年的情谊 他跟慈记的姻缘又是如何 休息一会儿稍后回到现场 游戏 我是苦花魚 我需要乾淨的水源 喜歡在激流暗時處蹦跳 人們用心富裕河川 與萬物共享著一彎美好 苦花不再苦情 給魚兒一條親近的河流 河流暗時處理 我是陳伯鄭 因為同理心 所以我就很自然地吃素 大概三十年前 有一天我帶我兒子 到平林橋下去釣魚 我從小就釣魚 釣了一輩子 在那邊釣釣釣 又釣到了 那條魚溪裡頭的九斑 他是這樣 這樣掙扎的 忽然 怎麼會這樣 那一條魚的痛苦 怨恨 掙扎 無奈 那種痛 深深的痛 好複雜 全部跑到我這裡來 拉起來之後跟他說對不起 趕快放走 你看今天釣的魚 不好意思 倒釣了 回家晚餐 有魚 筷子停在空中 夾不下去 有一天吃肉鬆的時候 吃不下去 好像感覺到那隻豬的痛苦 唉 算了 我發現我開始能夠感受到周圍人的心情 人的心面是有磁場的震盪 竟然開始能夠感受 互相善待之後 我整個生活環境變成越來越舒服 歡迎您回到新聞現場 連假結束 明天大家要上班上課了 好消息是各地降雨狀況也會逐漸趨緩 我們把時間交給氣象主播麗碧秀 氣象要看大愛陪您聊天器 大家晚安 我是碧秀 今天台灣地區受到東北季風的影響 東北部降雨是相當明顯的 那麼氣象署也持續地發布大雨特報 到了傍晚提醒到晚上 黃色區塊呢 今天晚上都還是要注意有局部大雨 尤其是山區的地方 要盛防攤防落石以及溪水暴漲 那麼在傍晚 累積出的累積雨量最多是在宜蘭 南澳已經來到了101毫米 另外新北的萬里97毫米 瑞芳也達到了88.5毫米 那因為東北季風增強的關係 所以迎風面擴散條件比較好 南部地區則是因為下風處 污染物稍微容易累積 因此在明天的空品預測方面 新竹 苗栗 宜蘭 花蓮 台東空品良好 其他各地包括了北部 還有台中以南一直到高坪 都是普通的等級 那麼現在風面遠離 各地水汽會逐漸的減少 但是明天白天還是會降雨 包括了北部地區 東半部地區 還有馬祖會有局部短暫雨 雨勢會比今天稍微趨緩 而其他地方還有澎湖金門 是多雲稻晴 但要提醒您的是 午後在南部地區以及中部的山區 還是會有局部短暫雷震雨 生活follow me 小滴尼亞來告訴您 明天上班上課了 北部東半部還有山區的朋友 建議您還是要準備雨具 因為偶爾還是有降雨機會 東北風偏強 在台南以北 東南部還有各個離島 空曠地區容易刮起 8到9級的強震風 如果有海邊活動要注意安全 而明天白天仍然偏熱 高溫大約是30度 入夜之後逐漸轉為舒適 氣溫來到26到28度 像是今天的國慶日夜晚 很多朋友會外出活動 在人潮擁擠的地方 可能會覺得悶熱一些 但是來到了空曠處活動 越晚會越涼 所以請您適時地調整衣著 也祝福您國慶之夜 一切平安 接著提供給您明天詳細的數據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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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历史今天单元 今天要为您回顾一则重要的慈悸历史足迹 那就是2010年慈悸在瓜地马拉远建了一所东方小学 瓜地马拉这个国家对台湾有着深厚的情谊 因为双方是因缘超过90年的邦交国 瓜地马拉的人口1700多万人 您可能喝过它的咖啡 因为瓜地马拉是全世界第六大的咖啡生产国 但是慈悸与它的因缘要先回到1998年 当年的夏天有好几个飓风侵袭了加勒比海岛国 其中威力最强的就是乔治飓风 它在加勒比海生成之后 一路侵袭着小岛国家带来了严重的创伤 在加勒比海附近在中美洲地区至少有六个国家受创 当时慈悸就接受外交部的委托前往震灾 并且在台湾发起了政绩中美洲依靠有情人的行动 在当年慈悸的环保站广要大家送来二手衣物 总共集结了60个货柜的衣物送到中美洲的好几个国家 那么瓜地马拉也是其中之一 可别小看这就衣回收的工作 其实是经过好几道工序的 比方说当民众很热情地把衣服送来之后 我们透过画面带您看到 这些衣服通通都是要经过整理的 首先要检查衣服有没有破损 如果有的话要经过缝补 甚至换上全新的扣子 每一件衣服都要仔细地清洗 然后再熨烫 并且按照尺寸男女以及冬天夏天进行分类 让他们虽然是二手衣 但是送到有缘人手上的时候 能够整整齐齐干干净净的 此季也把这一份台湾民众的爱心 送到了大西洋的彼岸 让我们来听听上人回忆这段往事 脏的在洗 那么破的要补 少了一个纽刻 统统把它换掉 重新纽刻再红上去 那大小男女 瘦胖 统统要把它整理的就如在店面在卖的衣物一样的 分门别类 春夏秋冬的 都分得很清楚 装箱打包 一共前省说了 六十个货柜 这么多 要把它分给了 这样的中美洲的国家 想想看如果在我们最为寒冷的时候 能够有一件衣服披在身上 是多么温暖的事情 瓜地马拉也就是这样跟台湾 也跟慈祭结下了一份好园 在瓜地马拉贫富悬殊是很严重的 农村地区超过八成的人口都是贫穷的 他们信奉的是天主教 一个家庭生了五六个孩子 都是很平常的事情 家里穷的时候 孩子就没有办法读书 也有的地方是教育资源比较匮乏 明明有学校 校舍却非常地破旧 此季元件 东方小学就是这样的因缘 我们来回顾这段历史 2010年10月10号 瓜地马拉东方小学完工捐赠 瓜地马拉配乐西亚市政府提报 东方村一所小学 由于欠缺经费 两年来校园荒废 杂草丛生 78位学童无法安心上课 金志工勘查后 在2010年4月动图 除了修建原有的四间教室 也增建三间教室和六间厕所 同时改善校园环境 经过六个月整建完工 本日举办捐赠仪式 共同见证 很高兴能够来代表大使馆 参加这个纪念的时刻 慈继在瓜地马拉 继慈善置业后 大步跨向教育 这是一个四岁的小朋友 他今年刚进学校 然后他说他很希望能够进学校 那也很喜欢进学校 然后更喜欢说能够穿上慈继的制服 隔年招生 学生人数 倍数成长 确实教育是慈继长期 在瓜地马拉耕耘的重点 光是去年一整年 疫情之后 就发放了超过一万人次 给孩子们文具用品 开学所需的用品 甚至还有长期的助学金发放 都是希望他们童年 能够无忧无虑地长大 不过其实慈继在瓜地马拉的工作 也是很艰辛的 因为当地的委员只有七位 而且都是女众 号称是娘子军 那么瓜地马拉很多地方是 多山蜿蜒曲折的路途 他们一趟路前往发放 很多人都得要吞好几颗晕车药 到了现场又得一个人当十个人用 这群娘子军真的是把自己当成了妈妈 希望能够照顾这群孩子长大 这就是历史今天 为您回顾慈继在瓜地马拉 原建的东方小学 另外一个也是教育援助 我们要看的是日本 日本常年发放的是新芽助学金 针对当地的清韩学生 让他们学习无后顾之忧 每一年的新芽奖学金发放 学生们都会穿着整齐的衣服前来 甚至还有学长姐一起来分享过往的经验 为了夜间拜访街友 三位青年在慈继日本分会煲饭团 分送的过程听到回馈最开心 就读丁田设计学院的生下爱理 第六期新芽助学生 两年来因为慈继拓展眼界 担任第八期新芽助学金颁奖典礼的思宜 她等于鼓励着学弟妹 不要害怕在磨练中成长 也是师长和慈继职工的勉励 教育者的学生们都 每次都在哪里 家族 学校 和社会中的爱 家长陪伴孩子出席典礼 庄严慎重地颁发仪式 在爱和尊重当中满满的感恩 大爱新闻 感恩您的参与 稍后请继续收看人间菩提 明天就要上班上课了 祝大家都能平安 省心 我们明天见 明天见 明天见